对 我这么问你这问题 就是比如说说白了 你看比如说现在我们在网上要问个问题 我就发现很多经票也好 或者在北上广的浪迹的这个人 他都是当年跟你一样 但是他现在就觉得我怎么能够成功 我好像这是他们特别主要的一个焦虑 因为成功不了 感觉一天天在北上广混不下去了就 对 没错 所以假如他们这个问题问你 就因为你成功了 他问你有什么招交给我吗 我该怎么办呢 我觉得就是没什么招 我觉得就认真一点 认真专注点 对 那么就这些 如果这样你觉得这是跟运气相关吗 因为坦白讲认真的人也相当多 对呀 我觉得是有运气有关 因为你就是每个人的那个天分不一样 你天分其实就是个运气 你在天分刚好 你做了跟你天分相关的职业 这就是个运气 就是如果你 反正你最好的就是 你既有这个天分还能下点笨功夫 就是我觉得这个是最好的 对 我同意的这个 我一直说人的天分至少 至低占两成 这两成是你别去争 你争不来 你有就有 没有就没有 如果你顺了 就是他说的 这顺了 你就这两成占上了 那么一般人 一般人按照今天的教育体系 都能走到六成 就是大学毕业干什么 百分之六十 剩下的百分之二十 是你的认真和努力 如果你的认真努力 加上你恰恰有一天赋 天赋你二十你没有 有十也行 这个凑九十分就就成了 你这个努力 如果你努力不来 你光有这天分 天分又显露不出来 胜十加那六十七十分 基本上你还在底下混着 就美方上去升百分之十 绝对跟认真这个太多 同意他说的 认真这个所有成功的人 我认识的人多了 就各种成功人士 没有一个人缺这条 做事要不认真 你肯定多 但是要不说 我就是为人民服务吗 我就想这个事 你也很认真 你成功的 对 比如说你成功的 他筷子行李只有两个 他只有两个 我是觉得那大多数人 他的心情往哪安放 那当然你不能指望 这个标准太高 你不能说他这个成功 他太高的标准 大多数人 我告诉你 心里怎么安放 对 大多数人心里 想的可能就是指望他 像他一样 像他一样 因为你要知道 那是不可能的 他的故事之所以 他们人的故事之所以 大家喜欢听 喜欢喜欢聊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是因为今天的中国 我们都知道 这个社会阶梯差距有多大 对 我们都知道有多少人 含着金钥匙出生 我们都知道有多少人 我们刚刚想奋斗 需要认真 要努力 这些事在今天 我们成功的 三四十岁 三十岁以下 这圈人里面 在那些成功阶层里面 大部分人可能是 不需要这些东西 他甚至可能 从来没有奋斗过 他爸爸奋斗过 他妈奋斗过 他用不着奋斗 那么因此当其他 人数上比这些成功人士 多得多的人 挤在北上 苦苦挣扎 找机会的时候 你说他指望什么 就指望这样 但是你看 你说这个 按你讲 我觉得就想到一条 除了认真以外 就是 就是你还得想起 你能为别人做点什么 我觉得这个 你在这个社会里 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就是你能给 最少你能给周围的人 最大你能给这个时代 你能带来点什么 有用的 能够帮助到大家的东西 那送外卖的小哥 也是想着 那我能帮你送个饭 但是难道我一辈子 都要这样吗 就是 但我认为一辈子 能把这饭送好也不够 就是起码你能做成 一个百度外卖 我给你举个例子 加仕德门口有一老头 拉门的 没有学历 当年十几岁应聘 就去了 去了就拉门 拉门呢 就好好拉门 拉门这事听着简单 没那么简单 几十年以来 进加仕德公司拍卖的人 牛逼的不牛逼的 前牛逼后不牛逼的 装牛逼的 什么人都见过 所有人都记得住 最后呢 到他晚年的时候 就是不是晚年 就到他快退休的时候 他就变得非常的重要 因为他认识所有的客人 这客人怎么回事 他都知道 然后加仕德呢 加仕德就说 我们比如欧洲有一场拍卖 他是在纽约 欧洲一场拍卖 说你得去 他说我去不了 为什么去不了呢 说我太太在家 说你太太一块去 头等舱 因为你在那个酒会上 比谁都重要 因为有的那个大老板来了 都互相不认得 你很尴尬 就他知道这个人 是怎么回事 买过什么人 你什么都知道 就全气脑子 跟电脑一样 所以所有的重要的场所 都要让他出席 对 他就是一个 从中拉到尾 我觉得他就是 而且他也得不停地这么想 就是比如说 我现在能给人送饭 比如我现在能给人拉门 说我还能为这公司做点什么 我还能记住大家 对 然后呢 我还能为他做点什么呢 就他得不断地去这么想 你就是这样的 你听他的结尾 我争取这样吧 我告诉他结尾有多重要 他拉门 拉了四十年 拉满退休 退休 那加里德说这人退休了 好 举行盛大酒会 欢送退休 退休的时候 公司宣布 以公司副总裁身份退休 恢复了 真励志这个 这太励志了 这比快的兄弟还励志了 这应该找他来 你说这个呢 就让我想起来 人家对这个成功的判定 和社会对成功的认知 是不一样的 我们今天不能鼓励 他这个 除了他的奋斗以外 有极大的偶然性 而且他这个成功的标高 太高 如果我们天天在电视 说这事呢 把他们大家全害了 但是你看 你看你讲的是正能量的 对吧 但是我注意到 你很多引起共鸣的 比如说那个片尾的 这个歌词 就讲这个时间 是把什么无情的刀 说这个青春啊 还没绽放就已经枯萎 实际上就包括 你们讲的就是最惨的 就是最尴尬的 就是同学聚会 多年之后的 这种同学聚会 身份高低 身份高 这方面你是不是有体验 我肯定有体验 就是我觉得就是 我现在觉得就是 我的人生就像穿越了一样 像我现在三十几岁 我小时候我还经过过 这种国企啊 因为我小时候 就是生活在那种大国企里 大国企当时还很大的 国有大重型企业 就是那时候 那时候就是国企的工人的 那种心态 和周边那些城镇居民 是不太一样的 他们就是自体自足的 那一个环境里 就是很骄傲的 他们都 而且如果谁啊 要是一个领导的孩子 那跟我们一起玩 那更是这 副厂长儿子 厂长儿子 他在知识观念 然后这么多年过去 再去看到这个人的时候 就整个时代就都变了 厂子都黄了 都已经卖给个人了 然后所谓厂长孩子 还住在当年最好 那个楼里已经破烂不堪了 然后他还带着过去 那个小时候养的那个尊严 又带着对今天的 社会的那种不能接受 那种拧吧 就是他 我就一直想拍这么一个电影 就是我想讲一个 就是时代变迁 就是给人 就是带来的那种 特别让人唏嘘的那种变化 那我想知道 就是说 你在这个就是基层混的时候 在底层混的时候 和到今天 你觉得今天你快乐的程度 比那个时候多多了吗 就心情 就咱讲平常一个人的心情 我想想啊 你觉得你更快乐更幸福了吗 我其实觉得差不多 就是每天快乐和烦恼的时间 其实还是跟以前差不多 对 差不多 我觉得它是一个生理问题 这事 就是你的快乐的情绪 和你的那种沮丧的情绪 或者你负面情绪 和积极那个比例 它是个生理的事 你怎么都会有这样 你就是你过再好 今天 钱越多事越多 对 一会儿你还是会沮丧 一会儿你还是会 就是他人不肯 老是嗨着 老是他不可能老是保持这个状态 那你认同这个成功的标准吗 我觉得成功的打字 本身就有点伪命题 我觉得 怎么说 怎么叫成功 我觉得 你就很成功 就是你看就是 你要是一说我成功 我就心里字一下 我就有一种 就有一种那种压力感 就是因为我自己 并不觉得我自己成功 因为我觉得成功 不能仅仅从今天的社会 说你有点钱了 或者你 你能生活稳定了 大家认识你的 就是一种成功 就是他还有很多 没有解决的问题 就是 就是 有很多更重要的问题 更珍贵的问题 就是 我觉得那成功标准 应该在那 就是 就是你 我就这样说 其实说白了 它是一个很深的话题 这套公民立路 我就觉得心情怎么安放 第一 这个最低生活水平 我现在觉得 就是说 咱们这个贵国 贵国 你生活在这个北上广 这个大城市 维持一个基本的生活水平 就是太惨了 就像你们那个时候 住在出租屋里 这种 你要是能够最低的 咱们生活水平差不多 你看 他们说 那个美国那个小孩 老师问这个小女孩 你喜欢找什么样的男朋友 他的回答 小女孩 他可能是幽默感 和好玩 什么的 我们现在可能很多时候 就是他是开什么车的 他是有没有钱 但是你又特别能理解 因为我就觉得 要不说现在他们美国 奥巴马 不是他们在闹什么 就是你看上去 大部分人生活差不多 坐着开着差不多的车 都过着 都能去 比如说都能去滑雪 打高尔夫 对他们来说 不是个贵族运动 如果大家都能 基本这样了 那剩下的 我去追求 我个人的一个爱好 我不成名 不成家 没有关系 我所谓 这是真的实现自我 可你觉得 美国其实已经算是 比较俗的一个例子 因为在算功利了 比起欧洲那些 或者现在日本 也是很不功利了 老一辈子 我觉得中国 我们要求很简单 这个属于中国 并不是说 大家都发财 或者怎么样 而是 最底层的人 都能够有一个 起码的 有点尊严的生活 就已经很好了 对 但是这个起码的 有点尊严 这个比如 他怎么样有尊严 对 第一 我觉得 看病 看病 现在甭说底层 我和我去也没啥 马爷 谁都为之言 我们去医院 我去到一个医院 迫不得已 先找熟人 找熟人 这护士拎着我 不能撒手 这走廊里全是人 把我拎进屋 我就听后面喊 我都排一星期了 我就 我都不好意思再出来了 你想 我也想 人家挺不容易的 这排着队 然后我们给领进去 我要不领进去 我这辈子也排不成这队 我宁可死了 我也不排这队 但是我进去以后 我出不来 因为我要面对所有的这些人 人家可不管你 你越被人认出来越倒霉 你知道吗 人家不知道你什么事 所以就很尴尬 这时候哪来尊严呢 没有尊严 我们今天这个事情根本都解决不了 那向阳你觉得当年 比如说你在这个比较底层 努力的时候 你想到过有没有尊严这件事吗 我当然 我马上第一目标 就是要在这个城市有尊严的活下去 那你那个时候怎么叫没尊严呢 你觉得哪些让你感觉到没尊严呢 就你最起码你要是 你要有一份工作 人家去当 就很现实啊 你忙什么呢 毕业了 我写剧本呢 写剧本基本就是你没工作 大家呆着 他写剧本 他写剧本 就是这意思 就是你得有份工作 然后你起码得赚点钱 这都是我们的 我觉得就是很真实的一个标准 在当时 然后慢慢的就 开始大家说 谁开什么车呀 谁住什么房子 这些都变成了一个 比较的一个标准 这都很现实 就是你起码以前 我毕业了25岁才毕业大学 我起码快30岁的时候 我争取能不能在北京买套房子 房价长那么贵 就我别 我是不希望 当时是不希望自己 好像能再租一辈子房子 或者是能 你在北京干了那么多年了 你16岁出发 你现在要再回成德的时候 你是不是要开一辆车 想要点车呀 就是要人别问 你在北京干什么呢 你是不是要稍微有一点事业 就是 当时认为 就这就是尊严 就是最起码 你说了这个尊严后面 其实包含了很多 看似的方法的问题 目光的问题 比如说只有在中国今天 我们才那么的势力 对 没错 就比如说 你刚刚说写剧本这个状态 其实我在很多国家都遇过 一些年纪的诧本 但他们没觉得自己被人瞧不起 因为他衣食着来问题先解决 没有 他怎么解决 他们有时候他们会租房子 因为只有中国人这么在乎买房子 比如说你说德国 意大利那些 60%的人都不买房子 都是租 全民都租 所以也是全民都租 没什么问题 起码当时我想 别合租了 大家也不觉得那是个问题 没有人说 你房子租的 他就小不姐不跟你谈恋爱 你没车 我们不会看不起你 然后我们也不会因为你开什么车来判断 我不是说人家都是圣人 而是说相较起来 全世界的人都视力 都有这种眼光 但中国尤其厉害 对 所以 尤其厉害 我明白了 这个老男孩为什么看哭了 这是因为啊 这个视脸的社会里啊 那种没有尊严的苦啊 然后小苹果为什么火了 就是咱们只有苦中作乐了 真是有点想开了的感觉 谢谢 谢谢 好 到点了 当初的 我还说三个 千万别见外 就当单自己朋友家里一样 我们俩人是老乡 成德的 我实在装的 对吧 对 刚我们聊 对 但是这萧阳人家这奋斗史 跟我这差 别别别别 别我强太多了 没有 你不也是一番经历 血与汉的奋斗啊 我要是血与汉啊 那他就是生与命 你知道吗 就是 我觉得我是特幸运的 就是一辈子没受过太大罪 小学 中学 大学 对吧 这个父母也没离婚 对吧 我父母也目前还没离那 白头洗脑了 我有时候觉得我不知人间疾苦 这是真的 就是因为我也没 上学的时候没离开过校园 工作的都是国家单位 电台 电视台 对吧 一路就是咱也没什么野心 混到现在 一时温饱 所以呢 太前年了 还叫一时温饱 我说我 人常常逗老师为房产 所以就不知明天疾苦 我要了解疾苦 我就看他的奋斗史 你知道这个 萧阳给我印象很深的 就是 你说我虽然不知明天疾苦 我当时看那个老男孩 你说我也哭了 我也看哭了 但你不要相信他 他变形金刚都看透的 是吗 今天就太读中生了 他不晓得为什么 什么都太哭了 蜘蛛侠也哭 文道说我这个哭是一种病理现象 他是病理 他是有病 也不是 这真是很感动 但是我后来知道他怎么拍的 说他每一天都濒临崩溃 我就说他们拍老男孩的时候 我觉得最逗的一个细节 就是说什么 拍一场火锅戏 拍完了之后 剧组全体一眼化碳中毒 对 您知道这事 我知道这事 我也听说过 这是为什么 就是其实比这房间还小 然后大概有个二十多个人呗 然后那个火锅 他怕着着的太过了 就有人给压了一块石头在这 不拍的时候压块石头 拍的时候咱们石头拿走 但你压块石头 他就不充分燃烧了 然后所有人都就觉得 头 我当时人生头没那么疼过 就扎着从里边往外疼 然后就是一会儿就吹头过去 基本上是在集体自杀 一会儿就吹头过去 对 一会儿就吹头过去 然后开窗户什么的 拍完了我一下去 我跟那美术说 美术 你们刚才就是压化碳中毒了 我说你这么大事 那你怎么当时不提醒一下 为什么天天都弄得好像很崩溃 那是钱不够是不是 就是钱不够 你们钱就是优酷投资的吧 那这优酷太不像话了 这就是优酷 优酷 优酷 我实在是不够 优酷 是这个优酷 那我就多说了 没事 多说多说 做个节目资格 不到钱都得找个酒 一瓶配 就是 所以这个所有的拍电影 都有自己问题 而且大片也有 不是说大片都没有 大片也捉襟见脓 只不过就是你碰上那牛逼的导演 不理你 反正你上去下不来 就拍呗 拍片是一个集体性的这种活动 崩溃是 真的是个副业 我那会是因为他就给10万块钱 10万块钱怎么办 开了个老男孩 然后而且后来我写剧本给写长了 我就发现10万就不够了 不够了当时是 优酷和钟影一块一块来做这件事 然后我说我能不能 我拉点投资 因为我拍40分钟 对啊 拉赞助吗 对 然后他说你不行不可以 因为所有能拍10分钟 你不能拍40分钟 然后后来我就等不起了 等不起了后来我就自己 我就因为摔太想拍了 我就自己开机了 也没有钱 然后我基本上都自己花了钱 然后就超支了 我那时候刚大学毕业 刚干了拍了几年广告 毕业5年那时候攒点钱 咱这些也不那么花 拍戏每天出去好几万 一天出去好几万 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去拍完 就是那个时候 他那个筷子兄弟 那个什么王太丽 对对对 就是我今天这拍电影 挺有意思的 说那个跳一个什么 麦克尔杰克逊那个舞啊 突然间后边的假发着了 自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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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那些略等假发 在那个灯的烤子下边 我一看 我正对戏呢 这种聊天 一看就冒着烟了 所以我今天请他来 主要是比惨 这个好 这个好 我喜欢 因为什么呢 我就说我不了解人间疾苦 对吧 但是呢 我现在特别佩服一种人 就是像筷子兄弟 这种 还有中国现在很多人 就是我现在觉得 你要知道 比如说网友们 或者广大网友们 他们喜欢什么 你还能弄出来 我觉得这是个 特殊的嗅觉和本事 你就比如说 你看现在都有这个数据啊 像我们这个圆周派一弄啊 我就会发现 你数据你知道呢 比方说你才知道 比如说我原来想着 我这个节目呢 是给这个25岁到40岁的人看的 可是一数据一出来 实际上点击最多的 就上网的人群 最多的是17岁到25岁 所以我就觉得 你像他 原来17岁也看 不是 这个本身就说明上网的人 对 他这个人群 这个人群 网络视频 对对对 你说是不是因为 比如说你们能做出这样的 小苹果这样的歌啊 能拍出这个老男孩啊 是因为你们就懂点这个 就知道弄点什么 某一类的人就爱看 我觉得它是一个 创作出发点的问题 个人经历 我觉得不是 因为我以前写修话画嘛 就是 我原来是从本院附中考的电视学 然后 但我那些画家的朋友们 艺术家朋友们 他创作出发点 那就是 我要表达自己 别人懂不懂 没关系 就是反正我是 我是个艺术家嘛 你从你想表达自己那天开始 你就可以是个艺术家 别人懂不懂 那就 就是好像不重要 但是就是 当我做影视以后呢 就是我觉得我 后来拍广告 我觉得我的创作出发点就是 大家都能懂 大家都得触动 我觉得才有意义 这创作 要不然你 心生动动 花钱又那么惨 拍那东西 就是 所以他 他得 正好是有共鸣 但这个 这个我觉得 没办法解决他的问题 为什么呢 因为坦白讲 像 像你这么想的人 成千上百 全部的 现在所有的电影 拍电影的人 都想的是 我是希望能触动大家 所有做娱乐节目的 都想这么做 所有做流行歌曲 也都想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成功 所有人都做得到 那么现在问题就在于 今天呢 因为很多人相信大数据 就觉得 我们依据所有的数据 能够总结出一个规律 一个模型 我完全不相信 对吧 像原作派 像文涛 可能就看 意见怎么样 然后数据怎么样 然后从这边决定 观众口味在哪里 这是一路子 也有一路子 就你刚才讲的 就完全不相信 我就这样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这最极端 我们都已经耳熟了 就乔布斯嘛 他做的很多决定 在当年都是违反 如果真的有皮数据 全完蛋 你这个苹果完全封闭的一个平台 你连个手指都接不上 那这个U盘都接不上 这东西能死吗 对不对 但他都不管 他就觉得这是对的 但是 但问题是 很多人都想像他这样 但做不到 就你怎么去抓那个市场处决 比如说 我觉得小苹果就很奇吧 坦白讲 比如说 你觉得小苹果为什么这么活 我 其实小苹果 我们那创作初衷特简单 就是 不是 大家不都去KTV吗 去KTV就是 就是 你看就唱那中国流行歌曲 一般都是 他喊 我怎么爱你呀 死了多爱呀 我怎么失恋了呀 或者就是去老天抢地的 我就怎么就没有一个 就是特别轻松的 乐了 今天 因为你看就是 尤其在KTV 大家见过会有一个局面 比如达刚去 谁也不好意思 先唱歌 对 他们喝会儿聊会儿 大家在后半程度 大家都上来了 我有没有一种 就是这种一上来就 我就是一 傻逼啊 我就是 把自己放到那个位置上 就没有那么一种歌 就让大家就是 暂时能抛弃自己 在生活中那些 社会中的位置 生活中的负担 我今天就是 就二一回 我就 我其实 就这么一个出发点 当时 能不能做这么一个东西 这个你知道 我突然写 要不说 我就瞎跑题 我就突然一听你 就 我想起啊 人有的时候 会不会啊 希望自己就是傻一点 你理发说 我们过去老说 说找女朋友 对吧 你为什么不找 红颜知己呢 同样文化程度的 对吧 就是大家可以交流 谈谈哲学 谈谈文学 对吧 为什么不 我有的男朋友 就是说 比如他就爱找一个 比他年龄小很多的 甚至可以说 不读什么书的 一个女孩子 他说为什么 他说我要跟这个 知识女性在一起啊 我有时候觉得脑子累 我就希望 有时候回家傻一点 我就跟你闪家似的 满地打滚 撒娇也行 就跟你小孩 就是满地打滚 四点多天 是 我觉得 对 我觉得人其实是有那种 当小孩的缘故 嗯